說的秘密 也就是大家要把這個 對方的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講出來 好不好 所以這個一題一題來詢問嘛 四位有哪一位是平常在團員當中 是比較容易被大家吐槽的 沒關係就說 是比較容易被吐槽的 是 煙亞人 但是大東今天很害怕 因為他覺得很多獎項應該就是他讀的 我覺得公道自在人心好不好 就是待會兒就知道辯知有沒有 今天在填問卷的時候 大東就在偷拉票你知道嗎 開始在偷拉票 拜託拜託 他怕大家一直寫他 黃東誠請問你今天 到底花了多少錢給工作人員 不瞞您說 我已經塞了很多紅包給他們 他們比較可怕 那誰是在團員當中 嘴巴算比較毒一點的 比較容易會吐槽的 毒蛇派是不是 毒蛇派 誰是最毒的 就講啦 今天當初最後一次錄影好不好 就講啦 沒有 這個真的是錄影 我跟你講現在你們要趕快指名 因為你們 你們如果指名完了以後 待會如果那個人講的話 大家會覺得他平常他就毒蛇 所以比較不會相信他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是讓你們先有一個機會 可以還講一下 誰啊 趕快承認 誰要承認 我比較毒蛇一點啦 自己承認好不好 我因為我對比較針對事實 可是我很喜歡看 汪東誠跟亞倫鬥嘴 兩個都很毒 超好笑的 那我們要不要換個位置這樣 所以我今天要把它分開 不然我等一下會播集嗎 我要不要換位置 其實我也蠻喜歡看陳怡如跟 跟無尊鬥嘴 怎麼會 其實我們大家不想看 你們四個一起鬥嘴 他們兩個應該不是鬥嘴 已經是格鬥了好不好 已經鬥了 不過既然我們有遊戲就有獎賞 今天的麻辣提問 可是製作單位 根據網友票選 最想知道飛輪海的秘密 經過宣傳工作人員的 顏色監測下完成的答案 被團員點名最多者 需要接受搔羊懲罰 其他團員則可享受製作單位 提供之超豪華獎勵 沒錯 獎賞就在我這裡 我今天是JR大廚 今天我們要給你們的獎賞 全都是現在全台灣最行 網購前幾名的食物 也就是之前節目當中 有介紹給大家就是排隊 都不見得買得到的好吃料理 真的嗎 沒錯 好不好 所以這次是什麼 所以今天第一個 到底你們可以吃到的是什麼呢 JR 什麼 牛炸糖… 各位 這個牛炸糖 可以說是每人現場限購兩包 每天兩小時賣光光 王力宏超愛吃的牛炸糖 而且各位 想排隊可以 你們要半年前就要預定 真的假的 而且這裡的牛炸糖 用奶粉與麥芽糖做成的 不黏牙裡面是杏仁國 比花生還香 好像很好吃的呀 好 我們謝謝這位 太誇張了啦 我們謝謝這位 鼻子比較大的韋汝 不是 我光介紹這一道就有點累了 對 而且前面那個 老實說還滿長的 OK 但真的好吃 可是牛炸糖真的很厲害 而且是每個人去 就算你有錢 他也只給你買兩包 真的喔 真的 不能多買 就我排隊到你的時候 你就兩包 然後你就要走了 你說多買都不行 有沒有人喜歡吃牛炸糖的 誰想吃 第一題 請問啦 團員當中 誰最常接到不同的女生電話 喔 照實講 最常接到不同的女生電話的喔 一 二 三 是誰 誰 陳奕汝 陳奕汝 我覺得不是大東就是我 那我怎麼寫那個 大東是到別人身上去的 他扯你你就不知道他兩個 我都是同一個女生 可是這一題我要講一下 是四個人自己都寫陳奕汝 我們先問五尊 為什麼 為什麼是那個 來 專哥 我寫沒錯就是他們兩個 等一下 你還復選喔 你一直得罪兩個 為什麼復選 他們兩個誰比較厲害 沒有 因為很難講誰比較厲害 對啊 就是 你有看到過嗎 就是我跟 顏雅倫比較少 對啊 真的嗎 他們都偷傳簡訊 沒有 他們都收到什麼類型 我覺得這一題題目 是有爭議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習慣是用簡訊 他們兩個簡訊真的是傳到一個 幾乎是手機不離手 沒有 這回事吧 無尊 每次看你這錄影的時候 之前雖然手機掉了 但是你後來馬上換了一隻眼鏡 一直傳喔 我是長安專 傳簡訊 不要結巴 不要緊張 可是現在 那個題目是接電話 走 所以是簡訊的話 他就會寫自己 OK 可是我還想無尊講一下 是什麼情況 都是接到什麼不同女生的電話 為什麼你知道是不同女生 不是同一個 我 不知道耶 不知道 這個我講好了 不要亂誣賴 全爆料 他常常就會接起來就是 安娜 然後另外就是 Kristy 然後再來就是 Karen什麼 一直這樣換話 真的 無尊 如果你朋友打 你怎麼會說 安娜你好不好 一定是你好不好 怎麼可能還會叫名 他是不是要知道 很輕聲的 安娜 所以我上次 而且我要怎麼確認 因為她跟我說 她只要跟女生講電話 她一定會用英文 所以她常常用英文在講電話 所以我上次聽到 Merry跟Karen 就是 還是另外一個就對了 安娜是我朋友 女朋友好不好 好啦 講一下 到底Judy是誰 沒有 剛剛沒有提到Judy 我剛剛沒有提到Judy 我剛剛沒有提到Judy是不是 那Judy自己有沒有什麼要辯解的 沒有 就是很多就是朋友女朋友 其實會打來跟我約 就是幫男朋友 訴苦跟你訴苦 跟你朋友的女朋友 你夠欠 我跟你講 不可能 不可欠 這我知道 我跟我朋友都是 我們都會約好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 一起玩遊戲 然後就是有時候 他男朋友比較忙 然後我們很熟 Judy我知道 你就是大家一起出去 然後你會去勾他的腳那種 對不對 假裝他們坐前面 然後我手還在背後這樣抓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我跟你講 炎雅倫手機如果放在我椅子上 我還以為我在做按摩椅 那個一直震動 炎雅倫 你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 沒有這回事好不好 好 那大東呢 大東也算講 電話講多了 大東也很多 其實我真的覺得我還好 對 那是你覺得 其實我覺得大東 大東蠻多那個男生 也會打給他 所以我覺得 女生反而比男生少一點 朋友多 對 他朋友比較多 他算是朋友多 他意思就是說 他都叫男生幫他約女生 因為在車上沒有很不方便 陳奕如你不要把自己的行為 這樣子公公在這邊 實在是不太好 我說 我都幫朋友女朋友約 好 OK OK 所以這一題算是 大家的朋友都很多 但是陳奕如 還是這一題的主人王 沒錯 所以陳奕如就必須要來接受 燒養 不過其他三位可以先來嘗試 我們的好吃牛扎糖 來 吃給他看多好吃的 好不好 排隊都買不到的 這排隊都排隊不到 好 那另外陳奕如 在他們吃的同時 請就我們的懲罰位置 這牛扎糖很特別 因為它好吃之外 它還不黏牙 好吃又不黏牙 來 尊哥你覺得呢 而且吃下去的香味 我覺得好新鮮喔 然後它在杏仁那個 杏仁 豆就是 你會不會覺得不能吃的人 好可憐喔 真的 而且我還聞到 大草原的味道 陳奕如 我腦海裡已經有 努流在奔跑了 各位 我們現在想想看 他們奔跑在 紐西蘭的草原 而且 走到一半跌倒 跌進一個杏仁果實 Oh my God 好啦 沒關係 我想陳奕如 能回饋給他們的 就是他們可以燒你養了 一開始燒養都是最好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燒到最後一體的 那個都是 真的是死祕的燒 因為是報仇了 躺好 冷靜 冷靜 躺好 來 準備 10秒鐘 繼續開始 10 9 8 7 6 5 4 8 2 1 好 再吃了就那麼誇張 我剛才已經看到 陳奕如不斷的發出 聲音聲說 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不是 你看的是陳奕如對不對 剛無尊燒完癢 轉過來這樣 滿臉是滿口是牛仔腸這樣 好爽 你剛剛在擠牛奶是不是 好 來 所以這個算是第一題而已 所以我想這個恩怨呢 到後面會越來越明顯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第二個獎賞是什麼 別以為眼花了 這些都是陪伴大家 長大的童話卡通人物 但是他們變得似乎不太一樣 這些可都是咱們創意達人 用俏皮誇張的想像力 顛覆大家對這些可愛 美麗的人物的想像喔 各位觀眾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什麼東西嗎 這是我們畫的奶昔大哥 它是奶昔大哥耶 對… 怎麼這麼邪惡啊 那種是小朋友去麥當勞玩 被砍的嗎 還是怎麼樣 對啊 對 變得好可怕 一開始我們是先畫那個 麥當勞叔叔 當初咱們創意達人 計畫擺攤時發現 大部分的賣家不是可愛風 就是甜美風 為了獨創風格 走上醜化卡通人物的構想 結果一名驚人 超受年輕人喜愛 在創意市集 接受度很高 最多時一天可以有快 兩萬塊的收入喔 像這一件是我們客人 都很喜歡的 像這個是白雪公主 跟七矮人 他們在練功 然後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要加入那個 中國的特色 所以他們全部都穿了那個 中國 就是中國的服裝 我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那個公主 這麼地長得像星星 我不懂 因為就是有一點像 金剛Barbie的感覺 其實醜醜的東西 也可以很可愛 你們為什麼會想到 要練武這樣子 沒有 這個我要講 就是它是有一個故事 練完武功 這就是它之後去找厚母 然後嗨 厚母 棒 然後就變這樣 這就是它練武功的成果 真的非常酷 你有看到嗎 你們看童話故事的話 難道都沒有想過 白雪公主就這樣 一直被欺負下去嗎 沒有 白雪公主 她回來抱緊 對 每個人都是有心機的 她好可怕 我最喜歡的 一定要講這個 筆記粉 大家看這個 這個圖片 它每個東西都是有故事的 你看這個白雪公主 為什麼這麼醜 然後都王子在那邊說 Sexy girl